8月27日,曾献子体育基金会巴黎奥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。 基金会向内地金牌运动员颁发了奖金,总额为港币2800万元。 曾献子体育基金会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香港金利莱集团主席曾献子先生, 生前于2008年捐资设立,用于奖励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此后历届奥运会的内地金牌运动员, 旨在通过内地奥运金牌运动员的楷模效应,推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。 至今,已奖励过五届内地体育健儿达302人,已颁发奖金总额超1.28亿元港币。 本月底即将开启的内地奥运健儿防港之行备受关注。 当天颁奖现场,不少奥运冠军对香港之行表示非常期待。 就是很期待去香港。 我听说会有一些活动还有表演,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香港, 然后对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的期待与开心的。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,每届奥运会之后,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都会前往香港, 每次都会收到当地市民的热烈欢迎。 本届已经是第七次。 此次香港之行三场公开活动的5000张门票, 一小时内全部收庆,热度可见一斑。 我也挺希望在香港这个伊丽卡白跟他能够再交流, 然后用最好的球技去展现给香港这个同胞们。 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与大家的这种见面、互动、交流,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去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, 去感受各个项目,不同体育项目的这种魅力吧。 事实上,内地奥运冠军在香港拥顿众多, 奥运健儿以大无畏的拼搏精神, 始终激荡着狮子山精神, 也激励着香港的青少年自强不息, 奋勇争先。 希望你们能够以我为榜样, 继续为国争光。 我觉得其实体育不光是能够让大家的身体更加健康, 或者是强迫体魄,强身健体, 更重要是他能够在体育当中能够学习到生不交败不累, 或者是怎么样面对困难, 到挑战困难,到战胜困难这个过程吧。 我觉得希望首先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吧, 我觉得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 包括困惑吧, 希望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, 然后也一直要坚定自己, 一定是最棒的这种训练。 行程之余, 队员们期望有机会可以走一走, 看一看, 欣赏一下香港的美景与美食。 如果有机会, 其实香港有很多这种美景或者美食, 也希望有机会出去看一看或者吃一吃。 我想去港籍的, 但是还是得看具体的行程安排, 看有没有这个时间了。 我觉得确实我有更多的时间, 当然想在香港啊, 这种去转一转, 然后也跟香港的这些朋友们去互动啊, 交流, 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 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